从洛杉矶港眺望海面一艘艘大型货轮全部卡住 严重时数量超过70艘在海上苦等排队破纪录 加州的洛杉矶港跟长堤港爆发塞船危机 洛杉矶长堤复合式港区是美国最大港口复合区 货柜装卸量占全美37% 但是因为疫情缺司机又缺卡车 加上进口商看好疫情后的节日消费力道 大量进口商品导致港口罕见塞船 从数据来看去年美国进口最多前五名 是家具 机车零件 成衣 电子产品及塑胶 现在这些货柜在海上多耗一天 不止进口商成本增加 日常商品也大缺货 大西洋另一端的英国 今年的耶诞大餐则可能没火机吃 原来缺少保存火机的关键二氧化碳 英国的食品供应包括汽水 啤酒通通受影响 英国因为天然气价格飙涨 爆发二氧化碳荒 危机可能蔓延到整个欧洲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